很多人不理解 赌徒为什么要沉迷赌博 难道十读九书十读九诈九读必书 这是基本常识 赌徒不知道吗 当然不是 我相信这些话在赌徒的脑海里 早就听起了解 如果赌徒不知道 如果你能通过这几句话 就不沉迷赌博 那只有两种可能性 你要么对赌博一无所知 要么就是对赌博了入至掌 这些话 曾经都是无数的前人总结的教训 对于没有涉足赌局的人来说 就像预防针一样 是一种免疫 更是一种警示 然而对于沉迷赌博的人来说 这就像雨后送散 几乎没什么了用 二郎认为 大部分赌徒被逼得走投无路 最终都是因为赌债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翻本欠钱 信用破产 家庭破裂 最后自己生活的处境逐渐边缘化 所以说大部分赌徒想上岸 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债务 债务导致的压力就像无情的说客 暗示这赌徒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复赌中 并在心里暗暗发誓 找回损失就再也不赌了 哪怕是一部分损失也行 在二郎看来 这统统是自欺欺人 只有霸度 上岸才有可能 借度才不是一句空话 别总是给自己找什么曲线自熟的理由 在我看来 这就如同在寻死的路上 还迷了路 我不禁想问 这到底是天黑还是眼下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如果觉得二郎讲的有那么三分道理 别忘了转发评论点赞 跟着关于带王主的分析揭秘 请持续关注二郎推理